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独立评论 我是节目主持人廖云章 在今天的访谈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分享一个自己的经验 我在十多年前第一次去越南 是在农历年前 那我那时候是去胡志明市 就是是我们今天来宾的家乡 那我当时一下飞机我就很讶异在那个胡志明市的街头巷尾 哇 他就有非常弥漫着这个浓浓的年味 路上有很多人在卖春莲 梅花 桃花 然后还有粽子 那我后来其实有进到了这个朋友家去 他们也是在准备年夜饭 然后就跟台湾一样非常热闹 而且那个热闹的情况我觉得很像是我小时候的台湾 那还跟着他们去亲戚家拜年 还收到红包 就是长辈会给晚辈红包 所以我就非常好奇说 越南也过农历年啊 而且它过得比台湾感觉是更 好像是更传统 然后更道地 而且就是所有人真的都会回乡过年 就是非常浓的这个年味 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 就是说我当时其实只有待了很短的时间 我就也常常在想说 对啊 很多越南的姐妹来到台湾 然后其实就成为台湾的媳妇 而且过年期间其实也是很多姐妹 也就是也会很想家的这个时刻 所以刚好这个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就是在台湾的农历新年 所以我也是很想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来宾 来跟我们分享 越南的农历新年跟台湾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洋姐妹会的资深成员 她也曾经是副理事长 是洪满芝来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满芝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叫洪满芝 我来自越南的胡志明寺 对 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是 满芝我们也认识很久了 对 就是从满芝 应该是那时候你的小朋友大概是 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对 很想 然后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 对 然后所以满芝其实是在台湾 是做了台湾二十多年的这个台湾媳妇 对 二十三年了 二十三年了 对 那而且你多年来 因为我知道你在南洋姐妹会 其实也担任很多的工作 然后也常常出去介绍越南的文化 分享很多文化跟习俗 所以我今天其实就特别邀请满芝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为什么全东南亚 就是只有越南是这么热闹的 而且是全国都在过这个农历新年 为什么 要说为什么 我们只能在越南的那个历史书里面去看 就是说 它很长久 很长远以前的历史 几乎是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朝代 那一个朝代的皇帝就开始是过像中华文化的那个农历年一样 对 只是说我们看那个历史书里面 它记载是越南过的农历年是比就是华人的那个农历年时间短一点 早期好像华人是大概12月 开始12月底 23 24 对 开始就过过过过到元宵节 可是像越南就是大概12月24 我们叫做送赵神 这是那个送神 送神之后就开始准备拜祖先 然后拜祖先 然后打扫家里 大扫厨 然后也厨系当天也是准备 饭菜 然后拜祖先过年 然后到了大概年 现在就是到了年初三 就是说三天的年节 春节的那个日期 有些人就过到年初七 初十 可是像在台湾就是会说到元宵过后才是结束这个年节 对 那就是历史书里面是记载是说 从以前到现在越南都是在过跟中华文化的农历年节是一样的 对 这真的是蛮特别 因为我自己到了越南之后 我后来也去过北越 然后去过中越 结果我就在他们的庙宇 佛寺还有很多地方看到好多中文 而且是正体中文 对 然后佛寺里面的这些佛经也都是正体中文 就是我全部都看得懂 我就想说 哇整个东南亚的语言文化文字都不一样 但是越南跟中国的关系 跟台湾的关系其实很近 所以我后来也发现 为什么台湾这么多越南新著名 你们大概是全部的这个台湾的东南亚新著名里面 在认识台湾文化 掌握台湾语言 甚至闭南语的这个速度是最快的 对 好像有一些文化是相近的 对 然后有一些文化是有越南传统的不一样的文化 因为毕竟经过很多朝代 然后会有一些改变 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化融入 然后改变 对 比如说有一些法国时代的 美国时代的 那是近期 那早期就是会有不同朝代 也是会融入不一样的文化 对 那现在 在越南的过年跟台湾 确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不同的地方是 比如说我们台湾是一样是除夕 然后大家都要回家 然后跟家人吃团圆饭 那越南一样是除夕 大家都回家 然后吃团圆饭 但是台湾吃没有种植 越南就是有种植 对 有种植它象征一整年下来的那个 你就是农耕啊 可以丰收啊 这些东西就是象征说你有很丰富的食物可以吃 然后再来是 在越南是除夕夜 大家都会守睡 这个习俗是说 我们从开始十二点 就会去各地方的庙 拜拜 然后迎接财神 然后迎接神明赐给我们的福 这样子我们一整年 就是可以保我们平安 然后守睡的话 就是让我们的父母可以添睡 就是很孝顺 对 就是有这个不一样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就没有说 吃粽子 没有吃粽子 好像有守睡吗 守睡我觉得好像是在 可能是不是比较老一辈的身上 是有的 对 可是我是 我是觉得 我到我夫家这边 我觉得相反的 因为我婆婆她是 还蛮传统的客家人 但是她说没有守睡 对她就早早就叫我们去睡觉了 就觉得很无聊 对 是 其实刚满志在讲到粽子的部分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第一次去越南的时候 也是就是去朋友家 然后他们就请我们吃粽子 然后那个粽子超级大 就是很方形的 满志可以借给这个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越南的粽子 我觉得这个粽子文化很有意思 你们好像很早就要开始准备包粽子 然后煮粽子 而且那粽子是要煮12个小时的 对 大概 年节之前的24 25的时候 我们农历的时候 就开始家家户户会准备买材料回来 然后准备过年的食物 然后包括就是包粽子 那粽子是方形大大的 是北部的包法 北部是包大的方的粽子 然后南部是包圆锥形 长的粽子 长条形的 那这个长条形的粽子呢 代表天的意思 就是说很高可以撑到天上 代表天的意思 然后方形大的是代表一个大地 就是土地啊 然后因为粽子的叶子 外面是绿色的嘛 所以是代表那个稻米啊 就是绿绿的 那这个象征是说 我们一年到年底了 就是因为天上赐给我们 很丰富的稻米 很丰富的穀物 所以我们才能丰收 所以我们要包这个粽子 来祭祖 祭天这样子 对 然后大家一家人吃 也表示一个团结 因为粽子是很多颗米 然后绑在一起 然后很扎实 对 所以那个象征 那个意义是一定要有 那些粽子来拜祖先 对 然后里面是包 包绿豆 然后绿豆剥掉壳 然后跟五花肉 要有一条肉在里面 对 就是有肉又有五骨这样子 对 是 对 我记得第一次吃那个 粽子的时候就觉得 其实蛮好吃的 它味道很简单 可是滋味很好 对 然后呢 后来我发现 他们还会把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的粽子 就又做不同的做法 可能第一天吃蒸的 第二天就吃煎的 然后接下来 他还会去搭配其他的食物 对 没有错 就是 第一天就是蒸好热热的嘛 就直接吃第二天可以煎 然后可以搭配一些腌菜 就是过年大家家户户也会腌一些萝卜啊 然后一些我们在台湾是拿来煮鸡汤的那个叫挂菜 对 我们是拿那个生的去腌成脆脆的 对 还有一些好像那个大蒜 那么大颗的那种 我们叫叫桥头 桥头 有腌桥头 对 就腌那个 是 对 然后配皮蛋 配皮蛋啊 虾米啊 这个就是配种子的 过年的一个配菜 是 所以对 我觉得我在那边吃到的食物 就有一种感觉 就是它很像 回到一种比较 原始农村的 有一点接近农村的那样的状态 就是啊 大家都准备很多食物 然后一起吃 然后就是可能也吃很多天 而且就是会互相走亲戚 我们刚刚讲到粽子的部分 就是越南粽子是过年的时候吃 那所以很好奇的是 因为台湾是端午节吃粽子 那越南有端午节吗 越南有端午节哦 对 一样是端午节 一样是也是大家会买水果啊 然后买粽子啊 拜拜 但是比较多会用粽子拜拜 在端午节会用粽子拜拜的是华人 然后这时候它就会出现 各式各样的粽子 它不会再是方形或长椎形了 它又有香蕉包的粽子 又有华人的那个茧粽 又有华人的就是五角粽 又有三角粽 就是各式各样的粽子 那像我在胡志明市就也很多华人 那大家也是跟着拜端午节 然后吃粽子 但是可能有一些 乡下地方啊 各省不一样 它就有可能就是端午节不会拜粽子 对 只能只是拿来吃 但是不一定会拿来拜 对 是 因为其实越南也是非常多族群的 对很多族群 只是我们大部分认识的就是金族 主要的族群 金族 但其实也有像华族 因为像满汁就是属于华人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我之前还有看过一个资料说 其实端午节在越南也是杀虫节 就是其实台湾其实也有 就是我们要洗一种特殊的 叫什么 艾草 艾草对不对 我们会绑很多种 除了艾草还有柳树 还有我不晓得里面有几种草叫什么 那个要去翻 那就是一大把 对 然后会绑在门口挂着 就是说驱掉那个霉运啊 害虫啊 对 每一家霉户就会绑 然后会拜拜 对 都会 对 所以真的习俗上真的非常非常相近 也会让大家就觉得很熟悉 那像你这样来台湾 就在同时认识台湾的习俗的时候 就是也会感觉到 应该比较容易可以接触 可能内容物有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的那个架构是很接近的 我觉得是比较 在过年的这一块是比较容易接受 但是有一点差异 那有一点差异让我以前 我现在是习惯了 我以前刚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不快乐 是什么 就是因为像刚刚前面 那个张老师提到的 我们在越南过年的时候 吃完团圆饭 然后长辈会互相给红包 对 然后只要你是没有结婚的人 你都可以收到红包 是 但是不是你家里的长辈给而已 只要是过年这几天 你去邻居家长辈也会给你一个红包 不管里面多少钱 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很快乐 很开心 而且会很喜欢去拜访别人 然后是大家都互相去拜访 然后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是好朋友 或者你一般朋友 你也会去拜访 因为是会互相交换红包 对 然后那个 比如说邻居也一样 然后去拜访的时候 你就要说一些祝福语 所以很热闹 就是比如说会规划 以前我们小时候会跟家里的父母 长辈就说 初一我们要去哪一个人的家 初二我们要去哪一个人的家 初三我们要去哪一个人家 然后要有哪一天 我们要在家等谁来 然后人家来拜年的时候 我们就聊天 吃糖果 或者弄饭菜上来请人家吃 然后互相交换红包 就很热闹 可是我不知道在台湾 是其他人应该都会有去亲戚家拜年 但可能也不一定给红包 可能是自己的亲戚就会给 可是像在我父家 我婆婆她都说不用去人家家 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 我过年就是哪里都不能去 然后都不用去 她就说都不用去 可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在台湾 有一些家庭 人家是会去亲戚家拜年的 也有一些长辈也会给红包 但是不会像在越南一样 只要你是晚辈 你都可以收到红包 对 我去越南那一次我也有发红包 因为那时候住朋友家 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除夕夜饭 第二天又吃除夕 那他们就有告诉我说 等一下会有朋友来拜访 所以就是朋友就好心 塞了几个红包给我 就说等一下有小孩子来 跟你拜年 就要给小孩 我说我又不认识他 很好玩 他说没有你就是感受一下 后来我也觉得很好玩 就去买了一些红包 其实你就塞一点点小钱 可是他们都很开心 其实你不用多 比如说像台币个五十块或什么 你不认识的人 你可以五十块一百块 可是他那个意义是讨吉利 是 就是互相交换吉利 互相交换幸运 是 那个喜悦其实我觉得还蛮由衷的 因为虽然我跟他们都语言不通 但是又玩得很开心 然后他们也会跑来讲一些祝贺的话 对对对 他一定会祝贺 然后就给红包 对对对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这种习俗 我觉得应该要 这个 对台湾应该要想办法恢复一下 对啊 好玩 很好玩 然后他也促进这种善意的交流嘛 那在台湾其实有个习俗 我不知道这个在越南 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习俗 就是台湾有一个传统的说法 是说女儿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 因为这样对娘家不好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台湾 后来这些年来蛮多的 这个女性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结了婚之后 就是过年的时候会特别 只有大年初二那天可以回娘家 就是除夕不能回去 因为除夕就是都要跟福家吃捏饭 那大年初一也不能回去 因为会触眉头 然后只有初二可以回娘家 所以我也蛮好奇 在越南有这样子的习惯吗 没有 在越南是 你不管是你出嫁的女儿 或你还没有出嫁 你都可以 比如说你 今年你要约在 丈母娘家过年 都可以过来 或者你想要在 公婆家过年 都可以过去 就是你先讲好 然后那一边就菜做多一点 对 就是大家一起热闹 没有说所谓的 初二才能回娘家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从传统以来 也一直都没有吗 从我出生到现在 都没有看过这种 是吗 因为我后来 也有一段时间 去越南短暂去念书 那我在那边 常常去一个 就有点像蛮只这样子背景的家庭 也是华侨家庭 然后他们家有女儿 嫁到台湾来 所以他们就跟我 就蛮亲的 常常要我去他们家 我就发现他们家 结婚的姐姐 一天到晚回娘家 就是常常我去的时候 她姐姐也回来 后来好像遇到几次之后 我就偷偷问我那个朋友 因为我那个朋友未婚 我说 你姐怎么一天到晚回娘家 就是 就是她的公公婆婆 不会有意见吗 她假日都在妈妈这里 这样 她就说 不会啊 我姐姐不是只有周日才回来 她平常礼拜 一到礼拜三 有空都会回来吃饭 我就说 真的啊 她就说 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好像让我 对越南社会的这种 女儿嫁出去 跟就是回娘家这些事情 她跟台湾真的是 在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 我说只有你们家是这样吗 她说没有 我们这里大家都是这样 对对对 其实 越南真的是没有分说 女儿嫁出去 过年不能回来 或者等初二才回来 没有 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回去 娘家看父母啊 看家人都可以 都随时回去 还有越南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在台湾 媳妇好像生小孩的时候 都会在夫家嘛 不能回去 那个娘家坐月子 可是越南特别的地方 就 不是华人 越南人或华人都一样 就是 很希望 女儿坐月子 生小孩的时候 是要回 坐月子 要回来娘家坐 哦 因为 因为公婆也觉得说 因为 女儿是 自己 家里的人 嗯 你回去 妈妈帮你做 会比较顺 也比较舒服 而且妈妈也知道 你喜欢吃什么 嗯 对 然后照顾你起来 你也不会尴尬 是 对 所以 大部分 大部分的女儿 嗯 生小孩的时候 都回娘家坐月子 啊 这件事情倒是蛮特别 在台湾大部分 就会去坐月子中心 对 要不然就是婆家 是 对 可是在越南不是 就是 因为你回娘家 你有 兄弟姐妹 嗯 然后有父母 啊 你整个坐月子的过程 你心情会比较好 然后有 有兄弟姐妹 帮忙你顾小孩 是 对 然后大家都熟 就不会尴尬说 哇 可能 小孩要洗澡 又什么的 不好意思麻烦婆婆啊 不好意思麻烦 先生家的人 因为不是很熟 是 对 所以其实在越南的 公婆都很鼓励 呃 媳妇坐月子 就是回娘家 然后 都是 媳妇快生的时候 就先讲说 哎 那就回去妈妈家 然后妈妈这边 也是很 愿意 很开心的 让女儿回来 坐月子 哇 这个在文化上 真的是很大不同 而且这个对 产妇来说 是一个很疗愈 对 很好的 因为她可以很放心的 就是回娘家 让大家围绕着她 然后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准备 当一个妈妈 好 谢谢满之前 斑断这个很精彩的 越南的文化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 回来听更多故事 欢迎回到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南洋台湾姐妹会的资深成员 红满芝 那满芝刚刚前面 跟我们分享了 好多越南很有趣的 这个过年的习俗 以及后来我们就讲到了 这个越南的女儿 就是不管初二 或者初一 或者初夕 她随时都可以回娘家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谈到了坐月子 就说 其实在越南的习惯坐月子 是女儿会回家坐月子 因为在自己的家 其实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她可以 想吃什么想喝什么 妈妈都可以帮她准备 然后周围的人照顾起她来 她也比较自在 其实你刚刚在讲这个时候 我就一直想 联想到说 很多去过越南的朋友 可能是去工作啦 或者是去那里玩 他们在街头的观察 就会觉得说 越南街头好多女生 都好勤奋 好努力 好会做事情 很吃苦耐劳 很多人就会以此判断说 越南应该就是一个母系社会 可是面对这种说法 你应该也听得非常的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要真的由越南人自己来解释 作为一个越南女性 你觉得越南是一个母系社会吗 其实越南不是母系社会 因为越南是男生 女生的小孩是跟着爸爸性的 对 没有跟着 不是跟着妈妈性 除非你是没有爸爸 对 就是有人没有结婚啊 然后自己生小孩啊 然后你就跟妈妈性 所以 还有就是 其实 在家庭里面 是因为 一直以来是 受到以前战争的影响 就是有一段时间 战争很长一段时间 那男生都去打仗 对 所以变成说 那个 每个家庭里面的 比如说经济啊 还有那个 家务啊 还有照顾 老人小孩的这个工作 就落在女生身上 对 那后来 战争可能有很多男生 也都 就 因此没有回来了 对 所以变成说 大部分女生就已经习惯了 掌握整个家庭的一个 生计啊 然后一个 孩子的照顾啊 老人的照顾 所以大家看起来以为是 母系社会 其实不是 那 后面这几十年来 慢慢就 没有战争嘛 然后男生也 越来越多了 对 那就其实是一个分工的 的方式 就是也一样 有一些家庭是 两夫妻去工作 然后养全家 有的家庭是 爸爸去工作 然后妈妈在家 照顾小孩 照顾家庭 然后 经济来源是爸爸 然后妈妈是 在家里就是 做 家庭主妇 也是有 对 所以不是母系社会 那 有可能大家看到 都是女生去工作 就是有一些是 女生的工作机会 比较多 因为服务业的关系 对 服务业的关系 然后 种田的话 在乡下 种田的话 就男女生 都一起做 是 那在城市 大家看到的 就是 对服务业 而且 一开始 发展的时候 有很多那种工厂 它需要的是 女工 所以大家也是看到 很多女生在工作 所以就会 对 就会以为是母系社会 其实不是 男生也是 一样有在工作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会让 越南男性 好像又被贴上一个标签 不过其实 当然说到标签 就新住民在台湾 是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所以 好像 反之来台湾 这么多年了 你自己 有听过 或者是你有遇过 哪一些刻板印象 是让你印象 比较深刻的 刻板印象 大家就觉得 我们好像是要来这边 赚台湾的钱 或者骗台湾的钱 回去娘家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我遇过的是这个 我觉得很不舒服 对 就是 开口就会怕你 赚台湾的钱 带回去娘家 帮助你的娘家 对 我觉得那刻板印象 很不好 就是说 大家要想 每个人都有父母 那每个人 长大了 出去工作 不管你 到哪里 你寄钱 回家 照顾父母 那是 那是一定的 那是应该的 对 可是大家会把它 看成说 这个就是我们来这边 骗钱 回去娘家 对 我觉得那个是 刻板印象 对 我看过你的一篇 报导 就是 他直接 括成你写的话 就是说 很多人就问说 那个花多少钱 买 就是 你先花多少钱买 然后你就直接 直接攻击 直接 不要讲攻击 你就直接回应 说 讲这个话 没有教养 就是你妈妈 这样教你的吗 怎么可以这样子 问人家 其实我听到 很多姐妹跟我讲 说他们听过这样的话 说我也非常讶异 就说 我觉得我们 为什么有人 可以觉得 他可以这样去 问别人问题 对 问这样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会问说 你寄多少钱回家 那我就 我就会觉得 如果他们这样来问 我就说 关你什么事 对啊 对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可以这样问 我真的是 不太了解这个背后 但我也很想知道说 你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是怎么去应对 或者是你会 跟姐妹们 会分享说 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 他可能也不是很恶意 他就是人云亦云 的恶意 对 我一开始 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被这样问 我很生气 然后我真的是 觉得 怎么可以 这么没教养 就是你见人家 你问人家 被买来多少钱 这样好像不对吧 对 这样好像基本 你都不能这样问 没礼貌 对 后来我才去了解 我发现 原来早期 很多仲介 在打广告 对 就是在打广告说 你娶越南新娘 多少钱包到好 然后你娶泰国新娘 多少钱 大陆新娘 多少钱 然后你娶外籍新娘 多少钱 这样 原来有很多 这种广告 所以造成一般民众 他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 他印象想说 你们是被钱 就是花钱买来的 当太太的 对 所以后来我理解了之后 我就会 跟他们解释说 你不能这样问人家 然后 有时候我就会问 问我们的人 就是说 那你结婚的时候 你是怎么娶太太的 对 然后 大部分都是男性 这样问 问说 你被买来多少钱 我就会问他说 你结婚 你是怎么结婚的 你怎么娶太太的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 他就说 很好玩 他问完 他也不知道 他问了人家 没礼貌的话 然后他居然还很认真地回答说 我太太是我娶来的 我用聘金娶来的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 我就会跟他讲说 对啊 我们也一样用聘金娶来的 对 所以他后来就理解 知道说 他好像不能 这样没礼貌问人家 对 谢谢满汁帮忙 这个推动素养教育 我也是跟姐妹讲说 你就回问他 那你娶太太的时候 你是怎么娶来的 就是让他去想到说 他也是娶太太的 让别人也是娶太太的 不要开口问人家 你买多少钱的 是 对 我觉得满汁 你很有智慧 而且有同理心 就是你也知道 这些提问 可能背后也不是而已 他可能是真的好奇 他想知道 但他用了一个 不恰当的问句 那你在台湾这二十多年来 我知道你在南洋姐妹会的 这个投入也很深刻 然后也其实帮助了 非常多的姐妹 所以我其实有点希望 你可以退一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看台湾社会 从早年 我知道你们 常常去办记者会 然后上街头 去抗争很多的权益 然后其实这十多年来 台湾社会的确是有 慢慢在法治上 在制度上面 有一些改变 有一些改善 所以你自己觉得 这二十年来 因为这些制度的改变 台湾的民众 或台湾的社会 对新著名的态度 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我觉得越来越多人 愿意认识新著名的文化 对 然后越来越多人肯定 然后接受那个 从文化饮食到了文字 对 就是也很多人 现在愿意去学越南文 要不然早期我们姐妹 如果讲泰文 越南文 在家里讲都被骂 就是说 讲这个干嘛 这个根本就没有用 对 可是近这十年来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然后我们想要了解看看 那我觉得在社会上 民众比政府进步 对 怎么说 我觉得民众比较愿意理解 然后比较愿意去 跟姐妹互动 对 那当然政府也有 可是我们就看到办很多 什么大型的活动啊 唱歌啊 摆摊啊 什么移民节之类的 对 但是在法令政策上 只有进步一点点 对 就是还有很多 要进步的空间 但是也有待讨论 也要他们每一次 没认换人做的时候 看他的想法是怎么样 才能讨论出结果 对 是 不过你看着自己 就是十几年来这样子 走上街头 我记得你们那时候 还带着小朋友 对 一起 然后小朋友 就是跟着妈妈 我觉得那个过程 其实蛮动人 我们当时在做这样子的 报导记录的时候 都觉得哇 就是新住民好勇敢 这样站出来 为自己还有周围的姐妹 争取权益 可是这十几年来 我就发现 这样的权利 其实它也不只是 在新住民身上 它这个对于后来 现在台湾会有不停 不断会有新的族群 新的朋友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 香港的朋友 也成为我们的新住民 进入加入台湾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怎么样 打造一个公平 然后每一个人 都可以被善待的环境 的确是就是需要 很多人的努力 可是我觉得哪样姐妹 会早年你们这样子 不停不停地在为移民 争取权益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让大家看到 人权要怎么样被落实 对 刚刚满芝提到说 你觉得台湾民众 有进步 你可以讲一两个 你自己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你觉得台湾民众的 进步在哪里 小故事是 应该是一路走来 早期我们会 在节目会里面 培训队员文化讲师 然后我们姐妹就出去 跟社区的人分享 那我们分享的时候 我们被骂 为什么 就是有些人不接受 你说的文化 有些人不接受 你在分享说 你来台湾 跟你在母国的 那个生活差异 或者你遇到的困境 因为我们 要分享说 我们在母国这样 然后我们来台湾遇到的 然后这些是属于 我们的困境 但是有些人不接受 他一直觉得台湾很好 如果你觉得不好 你不要来 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 干嘛要听你们 那个越南文化 有什么好听的 因为他从来没听过 他也不懂 所以他就会骂你 他就会叫你走 叫你回家 叫你 对 他就当场骂你 对 你就会 心里很受伤 对 可是到现在为止 他的差异是 反过来 现在社区或学校什么 请我们去分享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反差很大 反差很大 对 就是说 民众已经 慢慢有那个心 愿意接受 而且 不会当场骂你 就是 不认同 然后还骂你 还赶你走 对 这真的是蛮大的转变 也就是 代表说台湾 其实是有在进步当中 对 所以满之 你觉得这样的反差 让你心里有什么样子的感受 我觉得 这样 我觉得很好 就是 让更多 让更多的人 认识我们 然后 我们互相可以交朋友 其实是 让台湾的这个 社会会有 真正的更多的文化 然后 我们也学到台湾人的文化 然后这个也做到说 我们这么多年 在台湾很努力的融入 然后 在台湾生活 我们 觉得有一些 成就 有一些被肯定 就是 生活起来 也比较快乐 比较顺 觉得比较顺利 是 满之在节目的 后面 可不可以请你 教大家 讲几句 这个新年的吉祥话 用越南文 新年的吉祥话 我们 大部分 新年的时候 见面 就会说 新年快乐 然后 祝你遇到 好的 事情 好运 对 所以那个 就教大家 讲一句 祝梦南美 祝梦南美 就是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 然后 南美买忙 南美买忙 就是那个 新年好运到 运气好 美满 美满 买忙是好运 好运 对 还有 有恭喜发财吗 这句越南有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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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的 那个 恭喜发财 就是 叫做 它不是这样 恭喜发财 它就是会 新年发财 新年发财 对 它的说法是 新年发财 所以是 南美发财 南美发财 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发财这两个字 跟发财很像 很像 对 所以 台湾人可以 学越南语 应该也可以 蛮容易上手的 对 好 谢谢 谢谢满芝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好多越南 这个过年的习俗文化 然后还教我们讲越南话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在收听平台上 给我们五颗心 或者留言 或写信给我们 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好 这集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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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 tạm biệt các bạn dan